中美脱钩会怎样 北大最新报告真敢说 北京关系生变 林郑抵制冬奥开幕 北京对台湾画红线 最后结果如何 中共自作多情 金三胖反过来这样打脸北京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今天是美西时间2月1日 也是一年一度的新春佳节 大年初一 在此我们祝屏幕前的观众朋友们 新春快乐 和家欢乐 虎年 虎福临门 健康平安 万事胜益 也借此机会感谢所有观众朋友们 在过去一年里的信任和支持 下面让我们来看 本期《万维独报》的第一条新闻 中共从朝廷到网络五毛 都以反美为政治正确 并沉醉在与美国脱钩而打击美国的妄想之中 如果和美国脱钩 到底结果会是如何呢 刚刚北京大学给出了新的结论 1月31日 北京大学发布报告 比较美中科技脱钩后 谁的境遇比较惨 结果不意外 中国付出高昂代价 尤其芯片产业只剩下技术含量低 且附加价值低的企业与美企有联系 人工智能也远远落后美国 锦衣城的留美科学家愿意返回中国工作 连中国引以为傲的航天科技核心零件 也严重依赖美国及西方国家 南华早报报道 在北京大学国际与战略研究所周日发表的一份报告中 研究人员比较了中美两国在讯息技术 人工智能和航天航空技术等竞争领域的发展 结果发现 无论是在技术层面还是产业层面 中美脱钩双方都有所损伤 看来中国付出的代价更大 尤其在芯片制造和人工智能等关键技术领域 已经形成了脱钩共识 目前只剩下技术含量低或附加价值低的行业 与美企有联系 报告称 中国虽在一些小领域处于领先地位 但在其他领域明显落后 甚至陷入真空状态 遇到发展瓶颈 直至美中技术脱钩对讯息技术行业产生重大冲击 相比之下 脱钩对美国的讯息技术产业没有明显影响 报告还提及 中国在人工智能方面远远落后于美国 中国三年前才开始培养人工智能领域的人才 而美国大学早就培养了这样的学生 报告坦言 中国只有34%的顶级人工智能人才留在国内工作 56%的人已经移民美国 对于在美国学习的中国公民来说 88%的人留在当地 只有10%的人返回中国工作 人工智能行业的中国科学家似乎没有回到中国 至于中国引以为傲的航天科技 报告指出 航天和航天技术是两国合作和依赖最少的领域 但是 在高度依赖商业市场的民航领域 中国处于劣势 中国在购买飞机或核心零件方面 严重依赖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 北大研究人员表示 美国的脱钩战略还包括组建科技民主联盟 完全孤立中国 增加了中国从其他国家进口关键零组件 获取先进技术和吸引人才的难度 呼吁中共政府选择国际合作和培养人才 与美国的差距才不会继续扩大 香港特首林郑月娥长期受西方影响 对北京其实并不是那么死心塌地 北京冬奥会开幕在即 林郑月娥突然宣布 由于疫情的关系 她不会出席冬奥会开幕式 而澳门行政长官贺一诚 则决定出席开幕式 并已按防疫要求进行准备 1月31日周一 林郑月娥在记者会上 针对媒体提问时做出上述回应 她说她去年12月赴北京述职期间 曾表示希望出席冬奥 当时新冠疫情相对平稳 返港后也收到北京中央发出的 出席开幕式邀请 但当时香港疫情开始逆转 所以她已及时拒绝中央的邀请 而就在林郑月娥对外宣布 不出席北京冬奥当天 澳门特区政府则表示 澳门行政长官贺一诚 将于2月3日至5日前往北京 应邀出席4日晚上举行的冬季奥运会开幕式 为配合冬奥会的防疫要求 贺一诚已经开始做付金钱的准备 北京冬季奥运会将于2月4日到20日举行 在此之前 美国 英国 加拿大和澳大利亚等多国宣布 以中共迫害人权为由 外交抵制北京冬奥会 也有一些国家和林郑月娥一样 以疫情为由拒绝出席北京冬奥 这些国家包括新西兰 奥地利 比利时 瑞典 拉脱维亚和荷兰等国 均决定不派政府官员或高级官员前往北京 林郑月娥以香港疫情为由 拒绝出席冬奥开幕式 背后是否还有其他原因 比如 怕彻底激怒港人 在香港特首选举林郑的敏感时刻 林郑是否与北京当局的关系发生变故 引发联想 香港特首选举定于2022年3月27日举行 提名期原计划定为 今年2月15日至3月2日 为期16天 但近期突然决定推迟到2月20日展开 为期14天 虽然选举日期渐进 但面对中共实施港需国安法后的首次特首选举 香港各界表现格外冷淡 目前已表态 有意参选特首的只有曾从事电影制作 金融投资的商人显国林 现任特首林郑月娥多次被问到 会否禁逐连任时 不知可否 北京要求包括美国在内的所有建交国 必须遵循其一中原则 不得与台湾有任何形式的官方往来 自蔡英文政府上台后 更促成8个国家外交转向与台湾断交 对于美台关系近来不断升级 一方面警告美国不要在台湾问题上 以台制华玩火 一方面也指责民进党当局以美谋督 近来波罗的海小国立陶宛 因与台湾发展关系遭到中国报复 并引发欧盟与中国的紧张 全球台湾研究中心副执行主任郑哲轩 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 中国对国际社会的压力的确会有一些作用 例如防止其他国家仿效立陶宛的做法 与台北发展关系 不过这种做法后座力也很强 它不仅引起台湾人民反感 不利统一的政治目标 对中国的国际声誉也造成重大伤害 郑哲轩说 他估计中共将继续在国际上采取强硬外交作风 对台政策也是如此 尽管北京必须对立陶宛强硬以作为 警示其他国家不可跟从 但北京的做法对中国的形象都是极大的伤害 过去几年来 很清楚的是 随着中共国外交官和发言人的战狼外交作风 这种非常自信和经常令人憎恶的战狼外交 使北京已经疏离许多国家 包括那些外国政府和民意 美国伊利诺大学政治系特聘教授及系主任王德玉 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 北京对台湾的主要策略就是军事前置 外交孤立和经济拉拢 自蔡英文上台后 因民进党政府不接受九二共识 一中各表 北京对台湾的做法便以军事情制和外交孤立为主轴 但其做法越为强硬 台湾人民的反感就越大 这种现象过去也发生多次 包括1996年李登辉及2001年陈水扁的当选总统后 都是如此 这些都显示出 对台湾越强硬的结果造成的只是反效果 不只是在台湾而已 另一方面在国际上也是如此 这两年北京对台湾的军事前置 不断地演习和军舰围绕台湾 一方面是在威吓台湾 但结果是 反而在国际上许多国家都在支持台湾 美国 日本和澳大利亚都发表讲话 希望台海能保持和平 所以整体上来讲 它的强硬的做法造成许多反效果 不论是在台湾的国内造成反效果 在国际上也是造成反效果 对于媒体报道 立陶宛总统老赛达希望驻立陶宛台湾代表处的名称 能够修改以解决与中国之间的争端 但王德宇说 北京对蔡政府的强硬立场不会和缓 无论台湾在立陶宛代表处使用任何名称 都不会对这种立场产生影响 因为北京的目的就是要对台北的外交孤立 做到滴水不漏的程度 中共一向是对流氓下跪 对绅士撒野 尽管在国际规范和普世价值面前 敢于和任何西方国家叫板 对流氓无赖国家朝鲜 却总是视作手足 比喻成纯事 但最后却遭到反噬 朝鲜当局甚至对连用中国手机的人 都会施以重罚 据韩媒美日朝鲜1月28日上周五报道 其在两江道的消息来源透露 国家安全部向其在两江道的省级分支机构下令 要求毫不留情地处理使用中国手机的人 去年年底 在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上 杜绝使用中国手机被定为一项重大任务 现在当局再次要求加强对中国制造的手机的控制 以阻止危害社会主义的行为 包括泄露信息 叛逃和非法阅进 国安部两江道分局当天特别召开了一次紧急会议 与会者系科长及以上级别的官员 会议讨论了过去几年 在边境地区被带到的每一个中国手机用户 鉴于当局强调 以比法律规定更严厉的方式惩罚罪犯 他们似乎将采取恐惧而非诱导的策略 在去年年底 朝鲜大力宣传 如果中国手机的使用者自售都将得到宽恕 现在 国安部使用了威胁的语气 警告说他们永远不会原谅使用中国手机的人 拥有外国制造手机的人 显然在做错路 消息言识说 鉴于国家安全部 从今年一开始就对使用中国制造的手机做出了敏感的反应 当局今年显然会对这些用户进行严厉打击 他补充说 由于逮捕人数过多 当地人正在避免使用中国制造的手机 甚至连汇款经纪人也因害怕而拒绝工作 好了 以上就是本期《万维独报》的所有内容 感谢您的收看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请点击屏幕右下方订阅我们频道 同时也欢迎您点赞 转发 分享我们的视频 我们下期再见